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8号 今天礼拜二 今天是正正好 12点 12点整 现在的温度是12 3度 已经开始降温了 今天 最高温度今天就是12 3度了 13度左右 但是还好 今天虽然降温没有感觉冷 可能是没有刮风的原因 我今天那个什么 我的不是有个工具吗 我的那个叫什么 你叫什么扭力扭手 扭力扭手到了 花了30多块钱买一个扭力扭手 花了20多块钱买了一个 买了一个加长杆 它可以直接就是可以装一个套头 就可以把汽车轮胎可以卸下来 但是呢 我现在还没有用 我看网上有评论说这个牌子的加长杆 质量不是特别好 就是你用一用猛的话 它有可能会断 我是买完之后才看到这条评论 有点后悔了 那个本来是11点多钟 我本来想把我的轮胎换一下 因为我是长期右边就是靠马骨牙子嘛 所以我右边的侧胎纹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虽然说轮胎还是有一定厚度 但是已经磨损的情况太严重了 然后我的左边两个轮胎呢 却是侧纹 就是崭新如新的 所以我就是 因为我这个也正好开了 有将近一万麦了 一万麦 所以我就想着前后倒腾一下轮胎 然后前后左右交叉 对调一下轮胎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也是 怎么说呢 因为我这个车说实说是四驱车 但是它只是在低处状态下的四驱车 它不能保证全路段都是四驱车 只是在低速的 比如说超过二十五麦 超过二十麦就不是四驱车的话 就变成前驱车 所以说前面的轮胎还是磨损的比较厉 所以说前后对调下呢 有助于你的轮胎呢 多跑一会儿 当然了 多跑一会儿 意味着你换轮胎的时候呢 就意味着你得换四个 十二块三毛六 七点八买 你换四个轮胎的话 你花钱肯定就比别多嘛 假如说你的轮胎 你从来不对调轮胎 你只磨损前面两个 这样的话很大程度上 你只要换前面这对轮胎就OK了 对吧 我是为了 我是想拉平均一点 是吧 拉平均一点 我想对调下 然后我刚刚接了这一单 我正好想换轮胎的时候 就给我来这个单子 这个单子非常好 我没有理由拒绝 你知道吗 有多好呢 差不多五六麦 五六麦给我差不多有二十多块钱了 大概是四倍了 快四倍的价格了 这个没有理由不接啊 是吧 这个钱砸过来了 你不接 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哇 这边大早上这么多车吧 算了算了 我还是往这边走 不跟他们抢 不跟他们抢了 这个呢 也是之前送过的一家 一家企业 一家企业 反正无所谓 送过的 今天又赶上我了 哎呀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我说这帮公司啊干嘛的 怎么老是点这家的 而且老是被我接到啊 真是 哎呀 也说不上幸运 反正就是挺好 昨天我去一个披萨店 那个披萨店吧 两三个人 啊就是 基本上没有没有生意啊 然后就在这 就是把我的东西交给我之后 然后就问我 我说他他问我 bz 我说我说我我我我 我一看他这么问 我就知道他想表达的意思 他就问我今天忙不忙 那我那我肯定说 slow slow 我就我就说还不忙不忙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这一天才接这么几个胆子 怎么会忙呢 对吧 然后他就跟后面的那个小伙伴就说 哎呀你看没有 送外卖的今天都不忙啊 怎么怎么地的 说实话昨天啊 昨天的餐馆不知道为什么 餐馆不忙 餐馆不忙 送外卖还好 哎 因为送外卖它不只是收益一下嘛 所以说动和起来 送外卖还行 那餐馆不行 就是有当然不是大部分 是部分餐馆 昨天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意啊 很惆怅的感觉 就跟我上上个礼拜一样 那么惆怅的感觉 哎怎么没有生意了 哎呀然后 但是我昨天还ok的 昨天我差不多 因为昨天下雨了 如果不下雨的话 我昨天的话基本上能 能能能能能能 一百多吧 应该是一百多 因为昨天晚上突然下雨了 我下的哗哗啦啦 还不小啊 所以我就我昨天 昨天我就差不多就是 应该是八九十吧 我也忘了 八九十昨天 反正对我对我来说 这这可以了可以了 不能强求是吧 你不能说哎我一百五个两百 不可能了嘛 你这样子会会 就是说 在这个区域你达不到这个水平 达不到这样的这个这个 你不要自己强迫自己 要做这个价位的话 你会很累很焦虑的 我觉得这几年就是狠狠的这个 磨练我的心境了 你知道吧 就是说你总想 总觉得自己做个计划 我今天要背一个单词 明天要背十个单词 后天背十五个单词 但是事实上呢 事实上你一天 你背两个单词都很费劲你知道吧 所以就不要要求 你能背多个单词就背多个单词 不要去给自己这种量化了 量化没达到的话 反而会更焦虑 是吧 在这边送差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礼拜六礼拜天 你没有什么希望 你可能你的希望值 可能有150就OK了 但是突然一下忙起来了 哇 随随便都到200了 你会超出你的预期 你会觉得很高兴 但是有时候 比如说周一到周五 你本来你的预期可能是在 在100或者120左右 结果的100多到 你就会觉得 这就是你的心理预期和实际的 这个实际的情况 它有一定能误差的 就是不要对自己要求的很高 今天还算好 今天是昨天下雨 到今天还有点鱼 可能下午就没来 下午就没有了 这条线路之前已经跑过了 今天又跑一趟 很有意思 点了几份了 我看一下 123123 9 10 10 1112个盒饭 大概八九瓶饮料 大概两个薯条 反正就是这么多东西 等于说这个就是有这种大楼庆客了 是吧 整个公司的 大楼庆客 也不一定是大楼庆客 有的时候就是凑 就是说大家 都选择这家餐馆点 然后大家就一块凑 凑一起了 哎 那么后面有辆警车跟着我 啥意思 哎呀 后面跟着那辆警车 不知道是啥意思 看他转弯的时候会不会想的 哦 跟那辆警车要紧张吗 不紧张 已经已经 这么多年了 该拦的 该怎么地的都经历过了 怎么还会紧张呢 无非是一想警报 你就是靠边 打双闪靠边 然后把窗子摇下来 双手扶在盘上就完事了 然后他下车走到你的窗口 就跟你说怎么地 然后你就按照他指示 掏你的驾照 掏你的保险 是吧 动作要慢 不要那么快 慢慢偷慢慢给他就完事了 然后等着他做出一定的判断 一定的这个 一定的这个这个这个 说说你哪哪哪 那个违规啦 说你哪哪哪 那怎么地啦 对吧 哎 都都都都都都都 就是有的时候吧 哎 你看一般情况下 他他的那个 他不是针对你的话 他的车距不会离你很近的 差不多会离你大概10米到15米左右 他会拉开将近两三个车的车距 这样呢 就前面车就知道了 那个他这上警车不是不是针对自己是吧 这个地方是叫线路 是吧 我开快了点 我开快了点 慢点慢点慢点 别别别别别别在这个速度上被被拿着了 这个地方线路三十 我刚开了四十 就稍微开慢点 开到现在是三十一三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稍微开慢点 应该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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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很难了 他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差不多他要往左拐 哎 往左拐了 那肯定就不是针对我了 针对我了那我就可以有所远 哎哎哎 又往右拐了 这车到底是往左拐上右拐了 哎 那不明白 我看一下前面是在哪个路口吧 哎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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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很大的问题 是吧 没有很大的问题 明天哎呦 明后天要取钱了 要去报名了 哎呀 赶紧都上架了 中年整个行业也不不容易 因为我最近在短视频平台 刷到很多这种大概三四十岁 被炒鱿鱼了的 而且是他们的之前的经历非常的好 你知道吗 就是说某某国内这些是吧 大厂是吧 大厂大企业的这些 比较资深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人员 结果也被裁员了 我被裁员了 然后呢怎么办呢 他有一份那种自信 你知道吗 我都是在这种大公司做过的人 怎么不可能没有没有地方要我吧 对吧 然后就是很自信的去各个各个公司 各个大公司去面试 去怎么立的 去投简历的 结果结果投了投了投了 投了个把月 没有一家没有加入许的 哎 这很焦虑 他说哇他已经六周没有没有消息了 哇他焦虑的都都无语了 哇他是吧 从年薪是吧 也不说上百万 几十万到到现在失业的状态 这种状态确实是让人这个心理心理 他的心理落差会会很大 你看像我们那种啊 就几千块钱 你要我试验了无非也就是少了几千块钱的收入 也不至于那么难受 他们一个月几万块 甚至是吧几万块七八万块 然后突然没了 这个落差还是很难受的 而且呢他们说的好听的 什么上游老下游小 还要养房养车 那你之前收入那么多是吧 你必须得有这么大的开支 这么大摊子是吧 你买个房子买个车子是吧 北上广深那样的地方 那多难啊是吧 几百万都不一定搞定的地方 好了我现在快到了 我差不多先去送这单了 待会再聊 好先到这 嘿嘿我又来到了Jerry克上面了 刚刚刚那个本来回去想把轮胎换一下的 结果哎呀又接了一单15块钱 七卖多的 然后呢看这个节奏就是不让我 不想让我换轮胎了 那没办法 那就跟他这个节奏走 千万不要不要试图打破这个节奏 这个节奏已经算得很不错了 刚刚路过那个加油站 那个油价涨了 涨了3块4毛5 3块4毛5 昨天加油加了我39块钱 39块钱 还是有点贵啊 能够到最好的价位是25 但是这个有点不现实 35也行 40我就嫌贵了 现在是中午的12点55分 已经一个小时快过去了 9块9毛4 5.9万 哎呦 这边要堵车了 那我就明天吧 明天后天 明天换轮胎吗 还是什么时候换轮胎 要这样的话我下里边换轮胎也行 是吧 12345 35就礼拜六 礼拜天了 礼拜天我不可能换轮胎了 那我忙的时候 还是明天换了得了 明天换得了 今天我就不换了 今天我待会我去超市 我还得去采购了 我不采购不行 哎呀 冰箱里面没有菜了 肉还有 今天早上五点多 被这个肚子有感觉有点 有点胀气 又有点便秘的感觉 就有点胀的肚子有点疼 然后呢 五点来钟醒了 醒了 我觉得是不是胀气啊 我就去上厕所 这半天也出不来 我感觉我是不是又便秘了 哎 好不容易 好没好几天又开始便秘 真怀人 我看一下这是往哪边走啊 直走 直走 就是嘛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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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哟这个这个小旗谱还挺花嫂 Weiter 一个itar 那就卡着旗子 但是但是看这旗子怎么判断它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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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向没有 有的时候会发一面那种黑色的旗子 有时候会发那个川普大旗 好像说据说川普哈又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啦 如果说再过两年又是向川普上台的话 我感觉这个人很难办 我觉得华人也很奇怪 华人明显的分为两类 一类就支持川普共和党的 一类就支持民主党 但是民主党也不是说是全部都支持 反正就是很奇怪的 你说这帮有知识有文化 有实力有资产的这帮华人 怎么一点 怎么也能这样 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这个很难形容 你说它分裂吧 这当然也是分裂 你说不分裂吧 反正好像整个族群 包括什么东西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力 当然了最近不有新闻 说什么波斯顿 说温哥华 哪都是华人当选了市长 会对这种华人亚裔怎么怎么立的 有什么样的什么什么标志性的作用 但是我自己来讲 实际体验来说 我觉得作为华人来说 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只不过 只不过对吧 我作为的族群 在这边的一个族群来讲的话 这感觉不是特别大 没有什么很大的感觉 没有什么很大的 因为你看它的投票选票的话 大部分还是非华裔的 非华裔的 真正的华裔的选票 你说有用吗 也有点用 没用吧 大部分人也是没有很多用的 感觉说 就说500万华人 你都投票了 你能影响几个地方 是吧 影响不了几个地方 是吧 所以说这事吧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国内的新闻 瞎操作 根本就没啥用了 没啥用了 我觉得没很大用 当然了 这是我个人看法 我个人看法不重要 不影响人家当选不当选 那没关系 多一张选票 不多 少张选票不少 反正就是这个状态 你说这是为华人做榜样了吧 也只是为这些小孩子做榜样 像这样现在已经成年了 基本上街机已经固定了 基本上不会有很大的程度改变 你不会想到一个开车的司机 你有先去竞选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就觉得不现实 有没有肯定有 这概率来说是有的 但是100个人里面能有这么一个人 这个算是很了不得 比如说很多时候是律师会计 这种本身就是有接触这方面的 他们去竞选 这个是有的 有的可能是一些老板开公司的 这样的去竞选也是有的 但是你说这种 比如说餐馆的服务员 比如说你是这些各大超市商场的 是吧 销售员你去竞选 你觉得你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这个东西 有没有 肯定有 但是这概率很小 太特别小了 要人脉没人脉 要资金没资金 要口号没口号 要那个什么纲领没纲领 你怎么去参加竞选 对吧 你能影响什么呀 是吧 9块3 5.6吧 比如说你参加竞选 竞选这个区域 这区域你说你华人多吧 多是吧 可能达到30% 40% 但是你还忘了 还有5-60% 你不是华人的 你还得争取这方面的选票 对吧 那你的政策 你就不可能全部 不可能100%了 那也 你得 就是说倾向于华人出去 你还得照顾其他人出去 这样的话给华人的感觉就是 哎呀 这个选上一段 好像也没多少用了 也好像是 为这个华人 也就是 作为一个华人的结束代表 但是呢 华人能不能受益呢 这个就不好说了 是吧 这个就不好说了 你说有些什么政策 是你在任的时候推动的 导致华人受益了 有没有 肯定也有 但是华人不知道 普遍都不知道 特别是像我们那种 底层边缘的那些华人 你把钱送到我的手里面 或直接打到卡里面 这个比较实在一点 是吧 如果你是说是 哎呀 我推动了一个什么法案 我们看不懂啊 有我们 对不对 这是实在在的 假如说 我如果说 有一个是这样的组织 你哪在哪不懂啊 这个法案不懂啊 法律不懂啊 什么不懂啊 来来来 我来给你 我讲给你听 是吧 把你讲懂了 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但是谁会做这些事呢 对吧 没有人会做这些事 然后我现在是1点03分了 我现在看一下 我待会儿就是 我现在还没吃饭呢 我现在是吃饭呢 还是去超市摆东西 哎 有点头疼 我说这大车要干啥呀 大车 在思路之上被遗忘 谁是新的 不得了 可能是这东西也不好说啊 可能是他们都接受告示来了 这只不过咱们是 出 出 咱们没有去关注而已 这个就 这个就 暗合了 我之前和那个小方班人 讨论的那一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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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些 所谓的领导者 所谓的社会 社会的带头人 已经把方案 已经把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是吧 你不参与 这是你自己的事 是吧 你不懂英文 这是你自己的事 是吧 跟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已经做 把自己的事做到位了 只是你没有能力参与而已 这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作为我们这个角度 总是想 你们应该是 是吧 你们要我们做事 或者什么样啊 你们是不是要 采取一些特律 这个我觉得吧 我觉得用什么样的例子 举例好呢 就是 就好比说 你在网上玩一款游戏 或者是订购一款产品 它是 到底是以设计师为中心呢 就是我设计好了 好了什么样的 这个 这个情况 设计好了什么样的模型 你就得买什么模型 到 到 由消费者参与 消费者决定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模型 所以你们就做 做什么样的模型 是吧 这是两个角度 对吧 这是两个角度 这个放到社会里面也是一样的 由精英分子来设计 什么样的社会形态 就就就往哪个社会形态方面走 还是说 能让你们怎么参与 怎么参与 这这就是另外一个 对吧 一个一个打的一个一个 一个命题了 行了 今天到这吧 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就够了 拜拜